杨超越新剧《虫子》已经上线两天 在腾讯视频首页等全站位置重点推荐 作为开年后的有一大型古装仙侠剧 同样是剧作热门题材 全网关注的目光自然不少 就在观众反复琢磨虫子剧情和女主表现时 半路却杀出了一些死定杨超越在剧中画作的一题 甚至有人称之为古代达芬奇 另一方面呢,备受瞩目的当属的正子这部剧的故事架构 因为它和早年的花千古非常相似的 都是属于试图恋 不过在剧情走向设定上却有明显差异 比如赵丽颖和杨超越各自扮演的小谷 虫子在性格方面就有很大不同 前者对师傅又膜拜又保持距离 而后者与师傅相处时却火锅自然 更有些人说虫子是花千古2.0 虽够半未出评分 如果我不看他在腾讯视频站内的7.5平分 和观众那些让人五味杂陈的评价 我就真信你了你的2.0 要说虫子这句放在前几年 那定值得追的这没啥话说 可如今观众对剧作质量要求明显高出几个量级 好据与否,看个一两级就能闻出那位 况且信息如此透明的今天 看过后都会发表一些自我感受 超越妹妹的演技与努力都是有目共睹的 不过在演员这条道路上要走得大横大字 似乎与努力关系又不是很大 反而硬气成分为大头 别说超越妹妹演艺事业没几年 就是那些在演艺圈摸爬滚打十几年的老演员 由于未友好的角色一直都不温不火 角色对于演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一的 但机会降临时捏给有扎实的眼睛是不 就像开年爆火刷新总局记录的狂飙主演张宋文 他在狂飙之前的热度就是不温不火 而拿到高启强这个角色后 张宋文也跟随着狂飙一级爆火出枪 不过人家演艺经验丰富表演功底扎实 而超越妹妹的演技不用多说 懂得自然懂 对于在半圈只剩孤影的我 只能做出如此腼腆的评价 翻看了他以往的剧作 在豆瓣没有一部高于8.0平分的 轻易做的6.0开头 这些都不让我意外 更是像情理之中 虫子如果豆瓣出平分后 相信会破掉以往的性怒吧 新低还是新高呢 人家超越妹妹如此努力 你们能不能给人家小姑娘整点高分 回归正题 我们来欣赏一下超越妹妹在虫子的康底画作 此画一出能被观众称之为小达芬奇 心想这画功造诣定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不过在我反复琢磨和与此画对视两小时后 我居然没有看出其中的奥妙和精髓所在 难道是因我属于外行 需要一个大师来鉴定下不成 对此我还特意请教了报了美术兴趣班 今天中午放学刚回家的6岁小表妹 她看了后也陷入了沉思 正可谓前有达芬奇画了三年鸡蛋 后有杨超越的虫子画了三年乌龟 可能两者表面平平无奇 内在却大有门道吧 不知道虫子剧组把超越妹妹的乌龟剧作置于何处 非常担心她们不等话的价值随便给弄丢了 饭圈大佬如果看到可听再下一言 赶紧收藏整不好就是第二个门娜丽莎 就在自我否决已反省的一天后 就很想问一句 这达芬奇都死了500多年了 就不能让她老人家省点心吗 如果说这墓穴不是水泥分柱 人家肯定就要破土而出 给你说道说道养具